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如果您经常关注我的频道的话 可能会发现我已经很久没有更新视频了 因为我刚生了宝宝 不过现在我正式出关 所以以后会每个星期都有视频更新 谢谢您的关注 话不多说 我们今天来看今天的房子 今天我们来看的这套房子是一套很便宜价位的学区房 这套学区是十分 十分 九分 也就是小学十分 初中十分 高中九分的学区 在这个小区当中 这个房子的价位是非常低的 并且它的学区非常好 状况也非常好 虽然是建于1998年 但是这个房子有新换了屋顶 新换了地毯 新换了很多东西 新刷了墙等等等等 所以它是有分心的一个房子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房子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还是非常性价比很高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房子 那现在先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房子吗 对 最后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好的特点 是这个房子院子很大 站地很大 待会在视频当中我们也会呈现出来 现在先让我们看一下这个房子 如果您对这个房子感兴趣 或您对修顺利产感兴趣的话 欢迎加我微信 关注我微博 或给我打电话联系我 现在让我们看房子吧 一进门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挑厅 是这种感觉 然后呢 你们来看左手边 左手边是一个主餐厅 主三天的挑高也很高 大概有13个feet 只要挑高好 就光线特别好 而且给人的感觉就会非常的好 好 往前走 然后在右手边这边呢 是洗衣房 这个门是车库门 然后我这边走是洗衣房 洗衣房的旁边是一个客位 就是客人用的袖间 没有淋浴 所以我们叫半位 再往里走 就是客厅了 这个房子是正向朝南 也就是那个方向是南向 所以这个房子是真的是无比的亮 你看现在阳光洒下来 非常漂亮 我从这边站着看一下 一个很高的调厅 溜辈的 阳光洒进来的感觉真好 今天天气特别好 这边呢 其实是一个早餐厅 但主人没有用 所以这边其实还可以放一个小桌子 有一个漂亮的飘窗 这个抽屉 而不是 这个储藏室是放食品的 有很多客户给我说 让我把储藏室也拍一下 他们知道这个储存空间有多大 所以我会拍上 楼梯是这种感觉 所以我从另外一个方向 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我站在闭炉的位置 来看这套房子 就是这样的 好了 现在我们上 一楼的 主卧 现在我们来到这个位置 就是主卧了 因为正向朝南 你看阳光洒进来的感觉 是不是很棒 主要洗手间 两个洗手台 雨缸淋浴 一般洗手间的标配 然后这边是一个 男童间 它有两个衣帽间 所以它分男女衣帽间 男衣帽间 这样子 然后另外一个衣帽间 在这边 女士衣帽间 一个245,000的房子 分两个衣帽间 是挺少见的 好了 现在我们上二楼看一下 布局很舒服 然后光线很充足 面积虽然不大 但地理位置很好 一上来 这就是个game room game room的 这边是一个卧室 好 我们再去另外一个卧室 看一下 这边是二楼的洗手间 我们再去另外一个卧室 看一下 是另外一个卧室 好了 这就是这个房子的构造 如果您对这个房子感兴趣 或对苏州镇地产感兴趣 欢迎在微信 关注我 微博联系我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